Hello大家好,我是波子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款很多电影镜头玩家都非常期待的产品 DJI Focus Pro 它是一款能够帮助电影镜头,手动镜头实现自动追焦的产品 它支持人物识别,车厢识别和物体锁定的自动追焦 也支持纯手动跟焦 并且大疆还做了一个真正的手自一体模式 ANF模式 它可以让你在AF的一瞬间无缝切换到ANF 自由的控制焦点 当你松手后,它又会无缝的自动跟焦它所识别的主体 非常好用 这是我认为这款产品上最大的亮点 当你习惯了这套操控方式之后 拍摄效率将会大大的提升 首先,创作套装的DJI Focus Pro 是由跟焦电机、LIDAR模块、控制手柄三个模块组成的 如果你选择的是全能套装 那还会有一个无线跟焦手轮 这个在视频的后面我会讲到 首先,跟焦电机在上一代的IS3稳定器上就有 这个大家都很熟悉 这一代Focus Pro的跟焦电机主要是升级了电机扭矩 并且支持最多15个镜头数据的存储 搭配全新的DJI LiDAR可以完成更多镜头的自动追焦 这次LIDAR也得到了非常强力的升级 可能有的射手还不太清楚LIDAR到底是什么东西 是用来干嘛的 简单来说,LIDAR就是一个激光雷达 它会不停的向前扫描测距 测量到与目标主体的距离之后 在驱动跟焦电机完成电影镜头和手动镜头的自动对焦 在过去使用IS3 Pro稳定器的时候 我就搭配过上一代的DJI LiDAR驱动电影镜头自动对焦 来拍摄过一些视频短片 上一代的LIDAR的测距点是43200个 还有最远识别对焦距离是14米 常规拍摄环境下人物探测距离为7米 当我们使用一些较为长焦的镜头的时候 上一代的LIDAR人物识别追焦就会有一些蛋疼了 而Focus Pro上的LIDAR模块使用的是大疆第四代的LIDAR技术 性能也得到了巨大的提升 每次扫描它会瞬间投射出76800个测距点 就比前代提升了77% 最远识别距离也达到了惊人的20米 最近对焦距离是0.5米 这样的提升真的非常大 我实测过使用等效85毫米的电影镜头 以全景的景别跟拍人物 主体距离LIDAR9-10米 这种跟拍完全不在话下 我也在不同的场景下测试过它的最远识别对焦距离 基本上在18米内 它的人体识别追焦都是稳定靠谱的 偶尔能到19米 18米的实测对焦距离可用性也已经很高了 放在市面上的LIDAR产品中 它也是遥遥领先的 那这一代LIDAR和上一代LIDAR一样 同样支持在稳定器和手柄上调整AF对焦速度 最高是5档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不同速度下的跟焦表现 我个人认为如果你要拍摄快速前后跑动的人物 那你可能需要开到第4档甚至第5档 觉得多时候开第3档甚至第2档就已经足够了 这样焦点的前后变化会更加自然 更有根焦源领轮子的感觉 那这一段素材我开到了第4档 当人物踏入画面的一瞬间 焦点就飞快的对焦过去了 那这么快我个人其实是并不太喜欢的 区别于去年我评测过的远美道LIDAR DJI LIDAR一直有一个无可期待的AI人车识别更交功能 并且在这一代上面大将更是升级了更强的AI算法 不仅最多支持同时识别5个目标 可以通过波轮选择其中一个目标进行锁定更交 而且还支持车辆的智能识别更交 前段时间我也跟我的小伙伴一起用它拍摄了一台奥迪黑武士 当时回看素材 车辆识别更交的素材可用率达到了95%以上 基本上没有什么废片 只可惜我刚买的小米苏7MAX还没有那么快交付 不然我一定会用这一代LIDAR来拍一条苏7的片子 那除了人和车的智能识别更交 这一代LIDAR切换到自由点对焦模式 它是可以通过框选和扣动扳机键的方式来锁定物体更交的 这个我也有测试过 更交的表现也都OK 当然你框选的这个物体肯定是要有一定的特征的 如果是一坨黑乎乎的东西又在一坨黑乎乎的背景上面的话 那大概率是不行的 其实在上一代的DJI LIDAR上锁定人物更交就已经是支持的 所以说这一代大将主要是升级了车辆识别更交 和用上了更强的AI识别跟踪算法 但上一代的DJI LIDAR有一个让很多射手都非常难受的痛点 就是它的跟踪目标点的选择只能在连接稳定器的时候使用 如果脱离了稳定器纯手持拍摄的话 那你就只能任由LIDAR自由发挥 画面中要是有好几个人 你就无法选择更交目标了 而且此时你也没有波轮 你也没办法手动对焦 Focus Pro更交手柄的出现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手柄乍一眼看上去 跟IS3的稳定器手柄其实长的是差不多的 它的电池用的也是IS3上的那根电池 它同样带有一块小屏幕 你可以用它操作和设置DJI LIDAR的更交 使用方式也和IS3 Pro一模一样 它的安装方式非常简单 把这块固定键通过两颗1⁴螺丝 安装到你的相机吐龙上 在底下装上导管固定更交电机 再通过滑槽把更交手柄装上去 开关一锁 安装就完成了 最后再使用两根USB-C数据线 把它跟更交电机和DJI LIDAR连接到一起就可以了 这个手柄主要是起到了 给更交电机和DJI LIDAR供电和控制的作用 装好之后整套SETA的体积也不会太大 重量也还好 手持的效果是这样的 当然这套肯定是要比原美到那套要大一些 但毕竟性能也好很多嘛 对吧 那这套更交手柄加LIDAR的组合的标定方式 跟你用IS3 Pro加LIDAR是一模一样的 你只需要让你的模特站在离LIDAR1米远和4米远的两个位置对上胶 点击确认合胶就可以了 如果你是一个人在家的话 你也可以用大疆附赠的这张辅助标定纸来自行标定 标定好之后 这枚镜头的标定数据就会自动存储到更交电机上 这一代的更交电机最多可以存储3组镜头数据 每组5颗镜头 也就是最多15颗镜头数据 这个镜头数据存储 我觉得已经是非常足够实用了 前段时间拍摄朋友的这张奥迪的视频 我们也只用到了4颗耐斯的电影镜头而已 当然你也可以使用大疆的如影APP 来直接使用现有的镜头数据进行标定 使用起来更加方便 只需要打开如影APP 使用手机蓝牙连接上更交手柄 然后在镜头配置的界面中 点击添加 选择对应的镜头标定数据 简单操作一下就可以使用了 那Focus Pro更交手柄 除了和RS4 Pro一样支持AF和ANF模式以外 大家还开发出了一套非常好用的ANF模式 我认为这是这套产品上最大的亮点 当我们把M键设置成AF和ANF的开关之后 按下M键 Focus Pro就会进入到ANF模式 这个模式下 默认LIDAR是在自动对焦的 这时候你的更交主体前后移动 更交手柄上的波轮也会跟着转动 你的主体走到哪 更交波轮就会转到哪 如果你想要突然人工介入控制焦点 你可以立马用手指按住波轮 然后自由控制 此时这个波轮它还是带有一定的力度的 大家在更交手柄波轮的位置塞入了一个电机 所以你是可以感觉到焦点 它是想要往前还是往后移动的 但是由于你用手按住了波轮 所以此时焦点还是由你自己去操控 这整个过程是完全无缝的 我不知道大家听不听得懂我描述的这个状态 其实这个感觉就很像你在开一辆自动驾驶的汽车 当你的汽车在往左或者往右变道的时候 你的方向盘也是会一起转动的 你把手轻轻的搭在方向盘上 你是可以很清楚的感受到汽车它自己想怎么开 当你觉得它开错了 你想要人工介入的时候 你人工施加一些力度就可以立马把方向盘的控制权夺过来 DJI FOCUS PRO的NAF模式也是这样的感觉 而且大疆还有一点做得非常到位 因为手柄波轮里面塞入了一个电机 所以波轮的控制阻尼是允许你自定义的 它的阻尼力度可以调整范围更是精细到了0到100级 这一点非常好 这个AF模式我一般会用到什么样的场景下 我举两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在我们使用这种对焦侧面跟拍人物的时候 有时候会有一些杂乱的前景在人物的前方造成遮挡 比如说一棵树 虽然说DJI LIDAR的人物识别飞焦功能和找回功能已经非常强大了 但是当前景遮挡人物的一瞬间 焦点还是会被前景短暂的抢走 这在拍摄的时候就非常蛋疼 包括这一段素材 当时拍摄的时候 我也没有留意到后面有一辆保时捷想要超车 结果它遮挡奥迪的一瞬间 我的焦点就被它抢走了 那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就可以使用AF模式 在前景遮挡快要出现的时候 临时用手指控制波轮临时接管焦点 因为这类跟拍通常都是保持相机跟背色主体的距离 基本保持不变嘛 所以就算你短暂的按住波轮让焦点停止移动 它也是基本上合焦的 当前景遮挡离开画面之后 你再松开手指 LIDAR又瞬间回到了自动跟焦 AF模式下AF和NF的切换基本上是无感的 大象官方宣称是毫秒级别的 这个大家要是买了可以感受一下 另一个典型的例子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画面 当我转身往上远处的大楼的时候 焦点也跟着去到了大楼上面 当我再次回过头 拉着行李要走的时候 焦点又逐渐回来继续跟着走 这个效果也是我通过AF模式来控制的 LIDAR一开始是AF人体追焦 当我转头看上大楼的时候 摄影师用手指介入 控制焦点到大楼上 当我回过头准备走的时候 摄影师的手指微微松开 LIDAR又自动回到了AF人体追焦 波轮自动回滚 最终完成了这段拍摄 所以我觉得AF模式 可以更加方便的辅助我们完成焦点的变换和锁定 也包括焦点移动的变化速度 对提高拍摄画面的叙事性 环境交代可以起到很大的作用 当你熟练的使用这套AF模式之后 很有可能你以后70%的场景 都是使用LIDAR一种更焦 剩下的30%只是人工的短暂介入 整个拍摄效率可以大大的提升 视频开头我还提到了全套当中的无线控制手轮 这个手轮其实就是一个集成了控制焦点 变焦光圈三个功能为一体的三通道无线控制手轮 它同样支持AF控制模式 这样的无线控制手轮通常在带有更焦源的团队拍摄中会比较常见 在本期视频中不打算做过多的介绍 最后来聊一下这段时间试用Focus Pro的感受 我感觉是非常不错的 创作套中的更焦手柄的加入解决了过去LIDAR单独使用时候 不能控制焦点的痛点 以后纯手持或者上三脚架 我都可以用LIDAR控制电影镜头自动对焦 而且这一代LIDAR的识别能力和追焦距离也都大大提升了 更焦手柄的续航是2.5小时 虽然说并不是很长 但是手柄的电池是支持18W的PD快充的 而且大多数拍摄的时候都会带上Miko电池 所以说续航对我来说问题并不大 Focus Pro这道产品它就非常适合喜欢用电影镜头 手用镜头来创作的单拼摄影师 我自己用下来它的更焦可用性很高 手链使用之后90%以上没有问题 那如果你们是配备更焦源的小团队 选择带有无线控制的手轮的全能套装 也能够满足更加高阶的更焦需求 这是一款画时代的更焦产品 很棒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啦 喜欢播歌和播歌视频的设手们 不要忘记点赞关注还有大量的转发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